我们首先来看一下整个北本阿比的这边的一个区域 我站在这边是朝北那边是朝南 我们能看到现在比较出名的就是Amazing Brownwood这边 这是Brownwood Town Center 非常的繁华非常的热闹 然后如果我们朝东边开 在半战的时候 这边就是Concord的第一个项目 West East Tower 然后这边是Oasis 然后那边为了还会盖四栋2加2 那么这个是一半的路程 等到下一个Sky Station的时候 就是双字塔 我刚刚跟大家讲的 还有Etoir Gold 可以说地理位置非常的好 因为它走路几分钟就可以到Holham Sky Station 然后它是一个闹钟取行的地方 再有那边是朝南 我们发生很喜欢朝南 朝南那边都是矮建筑群 不会有高建筑群 然后所有的高建筑群会从这儿做一个起点 然后往它的东边开始铺开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这个位置是非常的好的 如果大家喜欢和好的景观 也可以考虑高层一点的地方 然后它北边这边也都是矮密度楼群 然后那边到这边的一个学校 可以说走路15分钟就可以到 所以说上学也非常的方便 我们再简单看一下 这一栋楼就是我们说的 它后边就是那两个 它这边就是两个双字塔 这边Sky Station可能走路5分钟 这一分钟可能也不太现实 然后我们两分钟做Sky Station 就可以直接到Brian Wu Mall 然后20分钟就可以到Downtown 然后到北边的山 到SFU 建商非常的厉害 Millennium千年 也是我们华人行很喜欢的一个感觉 它其实建了很多高端楼盘 比如Downtown Stanley Park这边的 比如说West Van West Vancouver好几个项目 Downtown也有很多项目 它也是有70多年的一个建筑历史 给大家看一下70多年 超级的厉害 当时在法国也是有很多年的建筑历史 所以它建筑的风格 都是那种不拘一格的感觉 很有自己的特色 你就看这个 在本拿比当时盖的一个项目 你看中间是不是这种 很有这种欧洲的感觉 熟悉我视频的小伙伴 看这两栋楼一点都不陌生 当时我在这边卖一个一房一厅 可以说我超级喜欢这个楼 双子塔中间很多公共的设施 当时看这个楼的时候 我已经觉得非常的浮夸了 但是接下来给大家看更加浮夸的 这基本上已经捅破了 它整个PC center的 一个47层楼高 277户的一个超级豪华 叫做Etua Gold的一个 独栋的一个设计 大家知道怎么能看这个房子 它到底是高端还是一般的 我们知道一般公共设施 这15000尺就已经是标准了 但是这一栋楼 它一共有35000尺的公共设施 我就问大家是不是非常的丧心病狂 Etua Gold的这个项目 它其实有很多法国的这种元素 大家看到周边的这些 这些都是属于一些艺术品 具体的名字我没记住 我就跟大家见丑了 然后这边大家看到 它是一个那种旋转门 所以它其实有很多酒店的元素 因为它们其实起家也是做酒店的 整个一个lobby是非常的高端大气 其实现在双子塔 lobby也超级的高端大气 这边还有一些Social Lounge的地方 下面那里其实是一个音乐室 你可以孩子在这边弹钢琴什么的 就是非常好 非常方便 你再也不需要去找老师 天天出去学 这是非常方便的一个地方 外边同样是有标配 室外的用池 然后Hot Top还有晒太阳的地方 那边还是桑拿的地方 一个男生的 然后一边是女生的 然后这边还有一个可以让你打Golf球的地方 然后就是小孩子的地方 再有还有一个露天的电影院 然后还有很多的绿地 总而言之35000尺的一个公共设施 上面16楼这边还有一个sky lounge 全套的厨房 可以让你在各种过节的时候 请朋友来家里面做一个private dining experience 好我们来看一下展厅 展厅这个是一个800多尺的一个室内面积 然后有丧心病房的500多尺的一个室外面积 这个是客位 已经是主卧的一个标配了 你看瓷砖上墙 这真的是很漂亮 然后悬浮的这种柜子 然后这种马桶也是这种直接镶嵌到地上的这种 它不是那种不规则形状 是全包的这种很漂亮 它在这边是没有储物空间的 就这上面不是一个medicine 所以看上去你整个洗手间的空间感的更强一些 只有尺高的一个层高 所以层高来说是非常好的 这边的一个U型的一个厨房 用的是这种黑金色系 还是蛮漂亮的这个 但是我其实更喜欢另外一个 整个back splash一面的 然后你看它插座全都用的是深色的 非常配这个系列 然后用的这个牌子也是意大利品牌 叫做Bertazzoni 不知道发言是不是标准 烤箱也是这个品牌的 冰箱也是 然后这个微波炉用的是松下的 因为松下的微波炉做的非常的好 这边是pantry 看去这边也是有灯带 然后soft closing 怎么说你需要的一切都是有的 然后这边是厨房 是冰箱 也是智能冰箱 然后它的洗碗机也同样是Bertazzoni 然后超大的一个洗碗池 在这边 然后它整个的一个 整个的一个 这个室内面积工能厅这边 是比较方正的 我最喜欢它的一点 但是你看它这边的中档 你可以放很多 这个勾凳在这边 然后大家看到 一扇玻璃 两扇玻璃 三扇 这个是蛋 我们看到有玻璃的地方 都是有门可以直接走到你的阳台的 比如说 覆卧里面可以 这边可以 厅可以 然后你的书房都可以 然后你的主卧依然可以 待会我们再去看阳台 我们来看一下 主卧是一个Quinsets床 没有问题 然后进来之后 就是一个衣帽间 双衣子型的 然后就是主卧 刚刚看的次卧都很主卧的感觉 你看这个 主卧的洗手间 都是磁砖 然后它是standing shower 然后整个是上墙的 凡是沾湿的地方 它都会有这个磁砖 然后这边是一个standing shower 然后上面ring shower handle shower 都给你配的非常的齐全 就品质上来说 还是很有品质的 Color的水件 在这边双洗手池 Madison cabin 然后洗碗的 不是洗碗 就是化妆灯 好我们来到了最激动人心的地方 就是它一个500多尺大露台 基本上两房加一个书房的户型 都有这么大的一个露台 你能想象 你户外的所有Costco买的设备 都可以往这放 你就想象吧 它能多大 而且你看从客厅 从主卧 从书房都可以 还有第二个房间 都可以直接走到这个露台上 所以说整个的这个使用上来说 还是真的非常的舒服 好我们接下来看的呢 这个是一个小两房的一个单位 一进来呢 这边其实是一个蛮大的书房 你当然可以把它做成一个 小的一个房间 你看上下床 这边放一个衣柜 然后这个呢 只有一个洗手间 然后洗手间呢 也基本上是fire piece都有 这边你走过来呢 就可以看到自己的主卧 那么这个房型呢 它用的是这种白金的色系 就是有一些金色 然后呢 整个的色调呢 是白色的 它这个瓷砖呢 也是比较浅色系 像其他我们这个看的两房都有 那这个呢 就是24寸的一个小的这个电器 然后整个的这个防线墙呢 一片两片 也是一种很大片的 然后那边呢 还有一个小的workstation 中间这个中导呢 可以说价值5000块钱啊 找我的小伙伴啊 这个送给你们了啊 那边的小伙伴啊 谢谢大家